过年期间很多人到阳光灿烂的南部走春 除了一些有名的景点之外 充满悠闲气氛的农村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最近几年各式各样的农业体验相当的风行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群台南艺术大学的师生 以农村作为实验场地 进行了一场农村艺术大改造 他们把阿光阿嬷年轻时候的照片拿来当作装饰 把诸社跟仓库变身成为展示场和学堂 还邀请老人家一起来彩绘墙壁 而部分学生毕业之后没有离开 反而留下来开公司 把活动做得更大 他们打出了优雅农夫这样的名号 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以及当地农民的第二代返乡共同创业 在十一年过后 土沟这个小地方变成了创意无限的梦工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水哪会起味 天哪不感知 我们等爱弹太后 伴是人哪不得理 我们等爱断去整寒季 在一栋栋红砖老屋前 一群游客悠闲漫步 优师抬头赫然撞见庞然大物 好像来到巨人国 由石房扶走进魔幻剧场 四处充满惊奇 村子里的三合院 透过装置艺术的巧思 格局特色 像这间香情客厅 原本是个猪舍 经过整庄改造 顿时变得很艺术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组儿时回忆 这儿时回忆其实就是 依我们土构在地的 他们以前老一辈农民 他们做小孩以前的那种 对于在农田生活 还是一些农家生活的回忆 把它重新再转换到这个作品上面 那其实这个作品它是一组作意 这是在我们土构一直会 非常强调的一个生活行为 就是好好的做 优雅的做 一般农村总是给人一种 简陋破败的印象 陈月亮十一年前在南异大念建筑艺术研究所 跟老师和同学在土构进行研究 他们和村子里的人共同脑力激荡 希望以艺术颠覆大家对传统农村的既定印象 他们请村子里的长辈作画一起参与创作 这几年还帮地方商店做室内设计 我要喝咖啡 黑咖啡 对 黑咖啡 温的 来 三杯 木制的桌椅 精巧的摆饰 再运用紫色梦幻为基调 营造出童话咖啡屋的浪漫与悠闲 其实这里原本是间仓库 刚开店时非常简陋 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很优雅的感觉 至少像一间咖啡厅这样子 之前我们更好笑就是 像早餐店的椅子 桌子 然后就两张桌子就开始摆了 那时候醒醒就会很像什么 就是你车子开过去 你还是觉得那间是一个仓库 你不会想停下来 就是那个照片也是啊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颜色啊 都是他们打的设计 油漆啊 设计的内容什么的 都是他们包裁 我们只有出那个材料跟那个人力的 就是人力 人力就是说是那个 请他们吃饭啦 没有再多给他吃 他负责 对 在两天半都把我们喂的饱饱了这样子 对还是 这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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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宵夜的 当时一起参与农村艺术创作的伙伴 很多已经离开 陈玉良和黄鼎瑶却一直留到现在 我们当兵很有趣的 当兵是 我跟小玉是同一天去当兵 然后我们两个退伍 当天晚上就回来吐沟 都没有回家 然后隔天我们两个就开公司了 他们两个在农村开设计公司 从事空间艺术与活动策划的工作 因为我们今天是龙门喜宴嘛 那你们今天吃到的东西很难得 很难得 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版的 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版的 今天的菜汇集了台湾17位农民 用心 用爱 种出来的很好的蔬果跟食物 他们在农村板豆开喜宴 帮台湾小农做储銷 你等一下有吃点的鸡肉吗 好不好吃 它的鸡要养四个月 我们一般的鸡不用养那么久吧 一般不用 那一般是多久 一般多久要看鸡状 鸡状 你刚才阿达说的 谢谢 这样讲下去太久了 反正你们今天吃到的是 整整养了四个月的鸡 还举办美术展 广妖艺术家到村子里的 显置空间进行创作 再让游客以骑脚踏车 逛美术馆的方式体验农村 因为农村美术馆它做的事情 不是为了艺术品 对啊 也不是为了观光 而是希望透过这些事情的运作跟操作 可以让人跟人在这块土地上 可以重新相遇 调整那些东西 像紫米那一四季都有 在那邊 像在上架棟的蚵蚵 還有頂部高的土高 每個人都有 人家每次六個禮拜 就比較多人來了 我們土高很好 他們這裡的藍衣大學 把我們土高整個農村 遊客來了 村子裡的阿公阿嬤也開放自家菜園 讓城裡的小孩來玩 使得原本逐漸蕭條的農村 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 而當初想到可以在土溝辦體驗營的 就是這個整天溺在這些阿公阿嬤身邊的大女孩 魏婉如 你這怎麼這麼小 你最大條的 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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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不可以 這條嗎 對 我怎麼看到 太可愛了 妮如是去年才加入創業團隊的成員 平常只要有空 一定是跑到村子裡的農家 闡門市 這大條 好 你多給錢 我多給錢 怎麼有錢 他在土鉤经营生态旅游规划 到农村要怎么玩 吃什么找他就对了 桥这盘非常美味可口的 乡村鸡套餐 里头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地生产的 他们透过自己的行销专长 帮农民做推广 尤其是中年转业 更需要地方陪伴 我86年大学毕业 就去到台东工作 在台东花莲也差不多是几年 那是去年的8月1号 才回来土鉤这样子 可是因为刚开始在种 没办法去说做什么品牌 还是这样子 那这方面优雅农夫他们那边应该会协助我们这样子 优雅农夫是属于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个品牌啦 对啊当然这个品牌在我们在推农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拿这个品牌去协助在地的农民 因为在地的农民他们所用的包装什么的是没有故事的 他们用的包装是农会给他们的logo 或者是一些他们加入一些合作社 对而且那些东西是很难去谈到他们本身的故事 对啊所以优雅农夫慢慢的变成一个品牌的时候 表面上土鉤好像常常在举办艺术祭或音乐会 其实黄定谣真正想做的 是一个可以让年轻人回乡创业的平台 像苏联乡研究所一毕业 就选择留在自己家乡 小时候的话就是感觉可能就是一个很没有特色的 然后就一个很落幕的农村 然后村子里面可能就是都是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居多 就是这些青壮年可能大部分都是出去外面工作 而且就是就像平常在那个路上 可能就是看不到什么车 我是念环境工程的 那目前做的话就是 因为我是也是希望说就可以改变以后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 对那目前的话就是朝着目标在努力 对因为像就是我们有一条那个污染很严重的二轮钟牌 就是也是希望它可以变干净 那它就是目前的话是尽量就是它里面是没有垃圾状态 但是水质如果要改善也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梦想 和其他社区不一样 土沟农村文化协会运用展览收入 帮助很多在地青年留在农村创业 因为我是原本是做平面设计嘛 对那平面设计当然就是回来 因为我当然就是一开始也是去接case 设计的case 对可是效果没有很好 那刚好我进去那个协会工作的时候 小吴之前在外地工作 因为有协会陪伴 一起帮他规划组成一个手作事迹 让一些喜欢从事手作的人 可以顺利将自己的创意推展出去 土沟社区由黄鼎瑶这群年轻人经营了十几年 名气越来越大 除了有艺术家来设展 也有音乐人到这里开公司 刘竹阳以前在线上游戏公司做音效 工作虽然有趣 却没有成就感 怪兽的那些挥舞声 吼叫声 甚至说我们走路什么 然后踩到什么材质上面 踩到草就有踩到草的声音 踩到石头就有踩到石头的声音 对就是整个大环境 我们要去把它创作出来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背景的整个配乐 然后你要把那整个可能战争 然后你要把战争的那个感觉做出来 久而久之会觉得有点乏味 对因为其实游戏的性质会是一个方向 对就是好我们可能做史诗的那种游戏 对它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刚好有一个契机就是 Michael他们然后邀请我来土购 就是邀请我回来土购 然后说我们一起来开一间公司 对那这间就是音乐的公司这样 谁说乡下没有办法开公司 这群青年透过设造 吸引年轻人来农村圆梦 其实我们思考的土购农村美术馆 其实不是土购啊 土购是行政区域的划分 对可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生活圈 环境跟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圈 所以未来希望说 他会希望我们的展览会一直扩及出去 扩及到其他村落来做一个结合 做一个大朗族美术馆的概念 清风徐来 在虫鸣鸟叫的农村里和下午茶 听音乐会 黄鼎瑶他们花十一年的时间 让土购翻转 更希望将这颗种子散布出去 帮助其他农村重塑新价值 台湾的农业相当多元化 只要有好的规划 应该有不错的发展愿景 但是除了刚才我们看到 个别团体的努力之外 其实还需要更完整的蓝图 才能有全面化的效果 现在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看其他主题的报道